创立于1953年 南部美术协会也特别举办连展 南部美术协会是由刘志画家刘启祥等前辈画家们共同创立 今年进入第63年 同时该画会也是高雄历史最悠久的画会 超过一甲子的岁月 累积了许多知名而优秀的艺术家 今年在高雄文化中心举办的第63年南部展 开展当天就邀请到多位创会画家出席参与 今年当然六十几年 只有每一年都有人来翁姓 因为如果来参加南部展的 这里第一次参加就有一个了 不必参加六十年 只有六七的左右 所以这老的家有过去 有的是我们爸爸那时候 民国45年生立研究所的学生 现在还在生的 像是五六岁而已 今年八十岁的艺术家陈瑞福 与创办人刘启祥 以示意友 提起过往仍感触良多 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 参加日本的这个二科展 很有名的这个二科展得到二科奖 二科赏 民家修 参加日本人 他是台湾 到底曾经有朋友呢 剪起来留着 就只是高雄跨交的这个很伟大的地方 有这个事情 还有 我跟刘老师情同父子 他去台南就要这样上课 回来途中呢 也是照样走下车到我家里来 每年南部展也举办全国性的创作比赛 提起许多后劲展露头角 这次六十三年的连展相当具有代表性 结合高雄文化中心至争一馆二馆的场地 有100幅作品展出 许多更是大件的作品 画风多样 也看出许多艺术家为经营南部展的用心 法界新闻五庸区高雄采访报道